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Y点的实验室 我是歪叔 很久没在家煮饭了 今天懒得出去吃饭 想煮个饭 结果发现迷里长虫子了 一种黑色的小甲虫 这米还能吃吗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看还有这种 应该是米虫的幼虫吧 有点像缩小了的面包虫 这一坨应该是米虫做的窝 用丝连着 米粒还被咬出了缺口 看我手上 正常的米粉不会这么粗 白色的粉末应该是米虫的排泄物 我们加点水 把这些米虫提取出来 加满水 一搅拌 米虫就浮上水面了 看着是不是有点恶心 这桃米水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是不敢吃这些米了 接下来我们把水分去掉 刚刚花了一点时间把水分和杂质去掉了 得到了这么多米虫 等一下放到显微镜下面去看看 看这些米虫 身上沾沾满了桃米水干掉后的渣渣 有的还在动 是不是有点像不会发光的萤火虫 这里还有一个蟲涌 有没有发现 这里居然有两种不同的米虫 大一点的颜色稍浅 小的颜色深一些 看这里 这只身上还寄生了一只满虫 我的天哪 这只虫的身上还有一只黑色的小蚂蚁 我记得以前的米里长的虫子都是这种米像 长着长笔子的这种 而从来没见过这些虫子 去网上查了一下 这种小的好像叫做巨骨道 而这种大一点的却查不到 不知道是什么虫子 如果有人知道 可以告诉大家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